明明 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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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比赛 半决赛马上要开始了 请清霞介绍一下起点的位置 是 我这边呢 第三轮的半决赛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是半决赛的A组 一行道的有官桥教 二行道的有上甲 三行道的有胜利队 四行道有衔冲 五行道有拔交窩 那我现在见到呢 因为这一轮的比赛呢 他们要争取六个名额进入到总决赛的 所以呢 他们哪个都不让哪个 但是呢 我发现一个现象 但是刚才休息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各支队伍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一上到战场呢 你都不让我 我都不让你 争到头分零额的 这边的情况是这么多 长冬哥给你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的确是 每一个代表队要争六个进入到 决赛的名额 的确到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呢 是像刚才青霞讲的是 真的是不要再礼让了 彼此都要奋力的向前滑 那么其实呢 在我们今天比赛的这个现场呢 大家除了可以观看到紧张刺激的龙舟比赛以外呢 也同样可以欣赏到非常好看的文艺表演 那所以呢我觉得在现场的观众朋友呢 一定不会感觉到无聊哈 因为呢就在我们这个龙舟队伍准备期间呢 我们同样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出 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也能够感受到 那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好 天气非常的好 那然后的话可以说是晴空万里 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站在岸边观看比赛的观众朋友呢 同样也做足了防鼠的这个措施 做好了防鼠的这个准备 打起了太阳伞遮阳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到了啊 这个罗鼓声呢 呐喊声再一次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那五支的参赛队呢快要到达了我们这个主席台 没错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龙舟比赛 感受龙舟的气氛 我们都我们